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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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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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杨博 杨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条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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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拉冰川是宁静抗沙风的组成部分 地处 地处 地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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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庄严这处神灵之家 外来的观光客喜欢宁静抗沙风的 渴望不可及 跟杨卓雍错的宁静之美 每到夏季会有成群的游客在此地赏景 七百多平方公里的水面 足够游人尽情地欣赏 因为它大约是杭州西湖的七十倍 在大伙返回江浙的途中 公路旁似乎有些不寻常的事 眼前看来是一个旅行团 团员都是经法碧眼的外国人 接待的旅行社安排他们 在公路旁边享用午餐 这些外国人对这种野餐方式感到兴趣 或许食物并不丰盛 但是他们兴致高昂 因为吃完之后呢 全体要到杨卓雍错去游来 午餐很快地结束了 旅行社已经准备好一切 原本的午餐之地摇身变成大本营基地 他们下午的行程呢 是要骑自行车前往杨卓雍错去游览 但是在午点之前必须回到大本营基地 要搭乘巴士回到江兹县城 外国人非常喜欢这种旅游方式 他们沿着少有车行的环山公路骑单车 会有一种速度感 因为路上没有障碍 又不必闪避车辆 杨卓雍错 藏语的意思是碧玉湖 因为像珊瑚之一样 所以藏语呢 又叫做上面的珊瑚湖 是喜马拉雅山北路最大的内陆湖泊 杨卓雍错有21座小岛 各自独立 最大的一座面积大约是18平方公里 另外雪山溶水流入湖中之后呢 靠着自然蒸发来维持水量的平衡 它跟纳木错与马庞雍错 并称西藏的三大圣湖 相较于藏南的杨卓雍错 位在阿里地区的马庞雍错 更被称为是永远不败的碧玉湖 它是中国大陆湖水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 被视为是最圣洁的湖泊 马庞雍错是圣乐金刚赐予人间的甘露 借以洗涤人们心中的烦恼跟业障 它是本教印度佛教跟印度教圣地当中 最古老最神圣的地方 是众神的相隔里拉万物的极乐世界 下段节目来到西藏的普兰县境内 带各位朝礼神山钢人坡其风 钢人坡其风它是很多宗教眼中的神山 相传永仲本教发源于此地 而印度教认为这里是师婆神的居所 世界的中心 奇纳教则认为这里是祖师 瑞斯哈巴纳叉得到的地方 而藏传佛教则认为 这里是圣乐金刚的住所 代表着无量幸福 所以常年有海内外的信徒 在此地转山祈福 我们来看看神山圣景吧 为了一睹神山钢人坡其日出时的奇景 外景队前一天就在山脚下的村子 塔尔清住了下来 并且在天没有亮之前 就顺着转山的路线 前往神山钢人坡其风 眼前正是我们所期盼的神山 浑硕的风体 引来无数的赞美跟传奇 眼前被高高托起的钢人坡其风 坐落在阿里地区的普兰县境内 海拔6656公尺 来此地膜拜的人们 都是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来朝礼的 位在神山脚下的村庄塔尔清 海拔也有4675公尺 因为这里是转山的起点 就成为转山客云集的地方 有着几家随意搭建成的旅馆 但是这对于转山客来说 已经是一种福分了 塔尔清藏语的意思是 大的金番奇 可见塔尔清这个小村子 在转山客心目当中的地位 但对于不是基于信仰 来到这儿的人来说 塔尔清这个地方 只是一个住宿 寻找向导跟租牦牛 背行李的集散地 早在18世纪 许多西方人就窥视着 这片高深莫测的地方 但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 实施封闭政策 不允许外国人踏进这里 许多西方人呢 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闯入这块神秘的土地 几个世纪以来 岗仁波齐峰一直是朝圣者 跟探险家心目当中的神网之地 至今还没有人能登上这座山 或者说目前还没有人 该触犯这个世界的中心 至于一般的旅行者 把目光投向这块圣洁之地 则是最近几年的事 还好人数并不多 这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在神山脚下看到一片金帆广场 转山的藏族人说 这里叫做强扎岗 意思是第一个磕头跪拜的地方 据说在很早之前 一位云游的喇嘛 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时 筋疲力尽 口干舌燥 想要捡几块石头来织锅烧茶 偏偏石头上都刻上了金纹 就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 突然发现 纲人颇其风就在眼前 于是他连忙朝拜 忘却了饥渴 获得不知疲倦的力量 继续往前行 西藏高原上的一些高山跟湖泊 被认定是神山圣湖 藏族人在一生当中 必定要有几次朝礼神山圣湖的经历 像藏历的马年 是朝拜纲人颇旗跟马旁雍错 阳年则是藏北朝拜念清唐古拉山 跟纳木错 至于猴年就会来到 喜马拉雅山的扎日神风 佛经上说 那里是无上瑜伽部的本尊 圣乐金刚的坛城 此时外警队所在之地定日 正是探访喜马拉雅山的要地 喜马拉雅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 主体在中国大陆跟印度 尼泊尔交界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珠峰 来拍日出 等待日出的除了外警队之外呢 还有两位外国朋友 气温真的很低 但是大家耐心等待 没有任何的怨言 突然一声惊呼 万年未融的雪风上 闪耀出金色光芒 但是瞬间就消失无踪 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公尺 周围20公里的范围之内 群峰凌厉 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 这里就有五座 两天起早赶晚的奔波 为的就是这短短的十秒钟 但是留在脑海当中的记忆 可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因为这是世界最高峰上的奇景 这里距离拉萨是684公里 面积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 人口四万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地大人稀之处 一向被视为是神秘的地方 在这个地区旅行呢 除非有当地的向导 或是熟视地形的司机陪行 这里可是危机深藏 据说经常还有野狼出没 外警队心中明白 自己正在世界屋极上旅行 是一次少有的经验 因为全世界都在屋极之下 只是高处永远都是不胜寒的寂寞 自古以来在藏族人朝拜的所有神山当中 以卡瓦格波峰最为圣洁无瑕 下段节目带各位走上这一段朝圣之路 梅里雪山是云南的第一高峰 它的主峰是卡瓦格波峰 有6740公尺高 至今仍旧是人类未能征服的处女峰 也是唯一一座 因文化保护而禁止攀登的高峰 不过对藏人来说 他们只是想顺服地环绕神山而行 从来没有过攀登神山的念头 这里是原本的终殿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称它为乡格里拉 但这里真的是世人心目当中的乡格里拉吗 当地藏明星中的乡格里拉 是一座高高的雪山 名字叫做卡瓦格波 这座神山正是这趟朝圣之行 要探访的秘境 卡瓦格波峰非常难看到 这是朝圣者的一致结论 变幻莫测的天后 仿佛告诉世人 人生常有不如意 幸运的又有几个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我们这一趟可是幸运当中的幸运者 才刚刚踏上朝圣之行 就目睹神山日出时的万千气象 藏族人相信这座光辉永照的卡瓦格波峰呢 是世界神灵共同居住的地方 也是世人死后的理想归宿 在藏族人朝拜的所有神山当中 卡瓦格波峰最为圣洁无瑕 也是全球未被登顶的处女峰 二十世纪的整整一百年当中 美 英 日等国的登山队 以及大规模的中日联合登山队 曾经数次想要攀登 但都一一失败 人类的足迹已经频频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 却无奈于海拔仅仅六千七百四十公尺的卡瓦格波峰 它在世界探险家 登山家的心中呢 有着解不开的世纪情节 想要进入卡瓦格波圣地得先取得钥匙 但是钥匙呢就在这百转金堂里头 据说朝圣者在此地转上百圈可以增售的 所以这里呢又叫做百转金堂 这里呢仿佛有一种特殊的磁场 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会融入节奏之中 自然而然地随着节奏赚起经来 朝礼卡瓦格波圣地实质上呢 是精神朝圣 进化人心 让朝圣者在翻越雪山的艰苦历程当中 慢慢地去体悟 或许是与亘古的大自然朝夕共处 每一位朝圣的藏族人内心显露出 一股特有的平和跟宁静 再就是从母体中已经得到了 藏传佛教信仰的滋润 他们的一生呢都跟大自然和谐共处 希望死后能够转生到香巴拉王国 藏族人朝礼卡瓦格波圣地 就是祈求卡瓦格波神 能护送他们到雪域的香巴拉 朝礼卡瓦格波的转经路 在蓝沧江诺江大峡谷 跟雪山冰川之间直上直下 仿佛朝圣者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 经历无数次失败跟希望的交替 此刻要往海拔1900公尺的西当前进 因为它是进入宇崩的要地 开启卡瓦格波圣地的另外一把钥匙 就在宇崩 这些年来西当村努力配合旅游业 每一户轮流出一匹罗马跟一个人 护送需要从热水塘前往雨崩的人 所有收入每户均分 想要借着罗马角力朝圣的人 最好别选在七八月来 因为这个时候是上山采松茸的季节 自从松茸在日本走翘之后 藏民每年的收入大多就靠采松茸 老老小小都上山去帮忙了 在这个时候想找齐罗马 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当地人还说 冰雪封山的季节里 清晨从西当出发 如果日落之前上不了坡顶 翻不过亚口 每几个人能活过第二天 从西当到雨崩 海拔上升得很快 简直可以叫做步步高 没有一步是缓坡路 况且缺氧会造成两脚乏力 这就是一般人 为什么借受力来帮助的原因了 按照香巴拉指南当中 提到前往香巴拉的历程 外警队已经穿越布毛荒地 爬过崇山峻岭来到雨崩 不过这只能算是通往香巴拉 最轻松的一段路 来到雨崩唯一的客栈 提出客栈是没有名字的 后来大家不约而同 称它是神铺兄弟客栈 因为这是阿清部 跟农部两兄弟 在自家土掌楼一侧 所开设的客栈 阿清部是哥哥 他不仅一路带着外警队 从西当走到雨崩 还亲自下厨 为大家料理一顿 丰盛的松茸晚餐 好嘞 鸡是自家养的 松茸是亲手摘的 料理是一手包拌的 这绝对是道道地地的雨崩口味 一桌的山珍美味 服慰了一天的辛劳 也带来一夜好眠 朝圣的路上呢 有一个圣鸡叫做神铺 它位在神山冰川脚下的 原始森林之中 这片美丽的森林呢 自古以来没有被怎么破坏过 一直受到崇拜 也一直在人们的祈祷声中 不动声色 在藏区学域里头 一山一木一石 竟是神话 因为在信仰者眼中 山可以是神山 石可以是神石 树呢 也可以是菩萨 菩萨的化身 体现物我统一的圆容意境 现在看到神铺了 在这边那个是神铺 中间那个啊 在中间那个 这是我们要去的什么 对对 这雪山是五冠峰 对 这个就是五冠峰 是 五冠峰 一路上阿清部获达地告诉我们 死在传经路上的朝圣者 是大有人在的 这种人呢 多半是有备而来 他们认为 从圣地离开人间 正是心灵归家 藏族人相信 在卡瓦格勃的内传经路上 神铺是最权威的神域处 外警队半信半疑 往前走道路的尽头 神铺终于就在眼前 这种子 这是青棵大米小麦有三种原则 对 青棵小麦大米 对 这种子 我现在还可以转去了 藏民还相信 神铺圣水是上天的穷江 是卡瓦格勃神去上天祈求 取回来 供世人 洗尘除垢 为世间消灾免难的 他们还以敬畏的可吻会告诉你 神铺能够占卜 你站到它的下面 水如果占湿你呢 你就是一个好人 看着警铃神铺的冰川 不难想象 神铺之水 会有多么的冰凉 再是说也奇怪 从来没有听过 有绕神铺者会招凉的 不过大伙呢 并不奢望 真的能够到达香巴拉净土 世俗执着的我们呢 只好回到现实当中 有别于梅里雪山 四川的四姑娘山呢 反而是中国大陆 首批对外开放攀登的 十大名山之一 现在呢 就随着外警队探访 四姑娘山 六月初来到四川阿坝的洪源县 丝毫感受不到暑气 毕竟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部 属于高海拔地区 寂寞远跳 淡见秋原起伏 景色壮阔 从洪源县进入黑水县 有个奇景是非看不可的 那就是打鼓冰川 它是一座罕见的现代山地冰川 乘坐缆车沿坡向上 一路朝海拔四千八百六十公尺的封顶前进 走近远古探古溯源 打鼓冰山因此而得名 打鼓冰山的山顶 中年积雪 气势磅礴 错落有致的山峰 在阳光的照射下 荧光灿灿十分壮观 这里洋溢着历史的沉淀 展现出一幅幅精美画卷 冰川 雪山 彩林 藏寨 湖泊 相应城去 打鼓冰川景区当中 生物多样而且完整 垂直分布明显 孕育着很多珍稀野生动植物 走出缆车站 已经接近封顶 视野更加开阔 这个景色超特别的 不管是山的形状 还是积雪的方式 甚至是雾 是云 感觉就真的很像仙境 而且我刚刚在缆车上面 有看到盘扬 感觉就很像电影里面画出来的 那种很梦幻的场景 感觉真棒 登上冰川的山巅 欣赏着绝色美景 各地游客来到这里 都会在山顶上 一块体友挑战自我的大石鞭拍照留念 作为到此一游的证明 游客勇于自我挑战 大伙乐的大敲边鼓 来看看外景主持人艾欣呢 他在玩些小把戏呢 打鼓冰川景区 环境保护良好 资源组合完整 在景区里头随处都能看到牲口 他们经常会给游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摸到了 好乖哦 眼睛好大哦 他是游客 他也是游客 他才是 他才是这条路的主人 你躲开那 躲开那 你躲开那 他好像流脚都往下 有点紧张 不过我摸到牛了 这里既有现代山地冰川 又有瀑布湖泊跟原始森林 不过为什么我看这边的石头好像都是 就是石头上面有一层这样红色的 不知道是磨还是什么 就是一种枣 它是叫约翼橘色枣 它的生存条件主要有三个 一个就是空气质量高 海拔够高 然后空气湿度够高 是不是 现在颜色在下雨之后呢 就变得非常的红 嗯 整个对比起来非常好看 所以是下雨天之后 它的红色会特别的明显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石头是红色的 在这个井里面 有一种那种画龙点睛之妙 让整个景色变得更丰富 而且这样的美景真的好难得可以见得到 打鼓冰川是全世界年纪最轻 距离城市最近的冰川 因此被誉为是最近的遥远 也被黑水线视为是旅游的明日之星 当地为了因应打鼓冰川的旅游事业 甚至在这里开了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 如此的大手笔呢 令人感到讶异又羡慕 这里有200多个房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蛮好的 因为像那个冰山这么一个国际级的景点 如果可以搭配像这样子的 国际级的观光酒店 会让来的人可以生活得更舒服一点 对 这个酒店是当地最顶级的吗 当地最顶级的已经是最好的 在阿拔州大概要排第三 在这里环境也很好的 你看周围青山溺水 它后面有一条河 河流的水就是冰山上下来的水 也很清洁 就可以直接饮用的 所以如果来旅游的话 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可以让自己身心都放松舒服的话 可以更感受到旅游的乐趣 藏人的神山圣湖观念 大多源自古老的本教 后来佛教为了传入西藏 不得不将遍及藏地的本教神灵 给予护法神的地位 这种便宜行事的融合过程 也堪称是一种奇迹了 节目谢谢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